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关注周边海域情势发展 相关报道引发岛内网民关注 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讽刺称 美军换个地方闹一下 台湾会付钱买军火 美国第七舰队公共事务司令3日曾对外宣称 杜威号3日在中国南海南沙群岛附近 开展航行自由行动 对于美方常年累月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 无视他国海洋权益和安全关切的行为 国防部发言人曾表示 航行不是横行霸道 自由不是自意妄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借航行自由之名 进行违法挑衅 损害沿岸国主权和安全 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方敦促美方 拿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停止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切实尊重他国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多做一些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在这边的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